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間餐廳 是吃Omakase 位於銅鑼灣利丸而期 就在銅鑼灣Chanel對面的入口 直走進去 然後轉右 走到盡頭之後 就會看到有一塊板很黑色 這間就是我們要吃的餐廳 這間餐廳的名字很特別 只有一個字叫做竹 因為這間餐廳正在做賣一送一的優惠 也有很多人 所以記得提早兩個星期 打來預訂位 我們就在兩個星期前 預訂到今天 今天是星期日 不要看外面好像黑漆漆的一塊板 進來的裝修是很漂亮的 如果想看著師傅做壽司 打電話來預訂的時候 記得跟他說要坐巴桌 不然就只會坐側的桌 巴桌的座位真的不多 如果不介意的話 就可以坐在普通餐廳坐的位置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坐在師傅面前看著去做 才像在吃Omakase 這間餐廳除了吃Omakase之外 另外還有這邊是吃鐵板燒的 也可以看著師傅去做鐵板燒 這裡的環境簡單 但是很舒服 桌面也幫你整齊 坐下了之後 沒多久很快吃完 就會給我們一杯很香濃的綠茶 另外還準備了一些日本的薑 放在前面 這個日本酸薑跟平時吃的有些不同 它是比較偏辣 但酸酸甜甜的很開胃 現在餐廳做了一個優惠 就是二人同行 一人免費 只有兩個套餐給大家選擇 一個是980元 另一個是1380元 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1380元貴一點的那個 就是前菜那裡多了 玉子豆腐拌三文魚子 還有季節料理就會多了 汁煮銀雪魚魚餃 還有小帶子雜菜天婦羅 其他基本上 和980元那個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次選了980元的套餐 這個位置可以近距離 看到師傅如何切魚生 首先第一個來就是前菜 日本蠔半土佐醋啫喱 巴馬火腿田園沙律 這一隻日本蠔算是多肥美多大隻 這一隻蠔是非常滑和清甜 最特別是上面橙色的土佐醋啫喱 酸酸的超級開胃 配搭得很好 這一款啫喱外面真的很少油 所以真的覺得很特別 之後就到這個 巴馬火腿的沙律 面頭黃色這些是食用的菊花 面頭三塊細細塊的巴馬火腿 不會太鹹太油膩 比較薄身一點 而且很香 另外它的沙律應該是加了一些柚子醋 所以酸酸的好開胃 吃完沙律之後 底部還有很多柚子醋 它是這些顏色的 這款柚子醋也是外面很少吃到 所以也是很特別的 第二碟前菜叫做日本橙道麗 下面那塊類似是炸了的米通 上面是吞拿魚蓉 中間夾著的類似是蟹籽醬汁 它最底層的米餅很脆很香 不過上面那層的吞拿魚蓉 真的沒什麼吞拿魚味 而且中間那層蟹籽醬汁 也沒什麼味道 主要是下面那塊米餅很香 蓋上醬汁和吞拿魚蓉的味道 所以這個前菜就失色了一點 因為只能吃到米餅的味道 之後就到刺身 首先就是中吞拿魚蓉 白生魚和梵立貝 剛剛試了它的帶子 它的帶子也挺大隻 而且挺鮮甜的 但沒有什麼帶子味 它的肉質也是挺好的 白生魚真的不能吃得出魚味 不是太濃味 是比較淡一點的 但它爽爽的口也挺特別的 這個中吞拿魚籃刺身 是超級肥美的 也看到有很多脂肪 入口是即溶 很香口 和很香吞拿魚味 超級好吃 好了 之後就到赤身吞拿魚壽司 師傅做的時候 已經加了醬油和芥末 在壽司裡面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了 這個赤身三文魚很軟 也是入口即溶 當年沒有剛才的中拖羅 肥味 沒有那麼多油 但很香的味道 到第二件壽司 就是深海池魚 看到它也很厚切 這塊魚 這個深海池魚 很好吃 它很香口 我也是比剛才的赤身吞拿魚 因為它更加香 魚味 還有 它又不是肥味 它也是爽口 但是魚味是出一點 和香一點 我覺得那個是挺特別 和深海池魚這個挺好吃 第三件壽司是大吞拿魚 這個大吞拿魚的壽司 反而沒有剛才中吞拿魚 刺身那個那麼厚 反而剛才那個是中肥味 更厚 這個只是比較多油 但薄一點 反而我自己會喜歡中吞拿魚 多於大吞拿魚 因為中吞拿魚 反而香一點吞拿魚 但是大吞拿魚 反而油脂就少一點 吞拿魚的味道 反而就 第四件是牡丹蝦壽司 上面有很多粒蝦子 這個牡丹蝦 是塗了一層柚子汁在上面 令到它這個蝦不會很刮 是很清新 再加上這個牡丹蝦 是很清甜很爽口 再加上蝦子在上面 一粒粒粒 很有口感 這個柚子汁真的超級重要 因為它更加令到蝦的鮮甜味更突出 而且還會留著柚子很清新的感覺 在口腔裡面 第五件是紅葉蟹肉壽司 看到蟹肉是撕開一條條的在壽司面上 這個蟹肉是熟的 是好像日本的長腳鞋的味道 非常香蟹肉味 而且是很鮮甜的 第六件是海膽手捲 小小的一個手捲 但是海膽是非常之多的 看不見到是滿了 這個海膽是非常鮮甜 是不會腥的 真的很難得 超級超級超級好吃 而且它是入口即溶的 然後這個是火箭銀雪魚壽司 火箭銀雪魚壽司 火箭銀雪魚燒過 令到裡面的油粉出來了 很香 它的味道很特別 而且上面的醬汁不會蓋到銀雪魚的味道 之後這個是鮑魚半乾醬 有幾塊鮑魚和乾醬在飯裡 這個乾醬不會像鵝乾鴨乾醬的味道 它類似淡淡的蘑菇醬 很特別 所以它不會蓋到鮑魚的味道 另外這幾塊鮑魚的味道 是爽爽的 但是主要不是鮑魚的味道 是類似平時煲湯的裸頭的味道 之後到這兩個 左邊的是泰卷 右邊的是玉子燒 這個泰卷壽司很特別 它裡面有一塊像冬菇一樣 再加一點甜甜的醬汁 另外左邊黃色好像一塊一樣 這個是一塊魚片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魚 但是魚也是蠻特別的 整個配搭都蠻有趣的 甜甜的味道 因為我想給大家看看裡面是怎樣 所以我拆開了 有點噁心 不好意思 裡面會有一些冬菇片 有一片這些魚 之後就到一件玉子燒 這個不說我當初還以為是甜品 它是軟軟的 好像一些蛋的蛋糕 很香的蛋味 而且很軟 有一點點甜甜的 真的好像一個甜品 之後就到這個麵豉湯 不算很大碗 但裡面也有很多材料 裡面有點像日本的魚蛋 一些豆腐的材料 而且它的湯也算挺濃的 也是好像平時麵豉湯 沒有什麼話 真的很特別 最後就是這個柚子味的雪糕 因為它是雪糕 不是雪糕 我比較喜歡吃雪糕 好像有冰沙的感覺 連整個碟都很冰 這個雪糕真的非常特別 而且外面很少有的 它是柚子味的雪糕 而且裡面有一粒粒的柚子肉 所以很有咬口 而且很清新 把剛才吃過的壽司 不同刺身 魚 蝦的味道 全部好像清新了口氣 這間餐廳吃Omakase 跟元朗那些有些不同 那邊是正宗一點 傳統一點 還有多些不同類型的刺身 魚 這些是比較心穎 因為現在有二人同行 一人免費的優惠 所以我都蠻推介大家來試一下 因為無論它的環境 服務 食物的質素 都是不錯的 還要加完一之後 每人都是五百多元 就吃到Omakase 其實都算挺划算的 也是在款式裡 就不會有元朗的傳統 那麼多 或者特別 主要都是一些油甘魚 或者吞拿魚 比較多 今天的分享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這段分享 如果喜歡就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